啊 爸 你让女儿怎么办 哭什么哭 人家出事了 妈 我就是想我爸了 想有什么好想的 好了别哭了 哭得我心烦 爸 这 你怎么说变就变了 再怎么说 我还叫你一声爸呢 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了 你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妈 哟 以前 以前你爸还在 他有人挣钱 现在呢 人都没了 谁不挣钱呀 啊 不只是你吗 妈 你 我爸在不在 可我都是女闺女啊 是我爸他走了 从此咱们两个就要相依为命了 你 你这样说 我怎么办啊妈 哭哭嘀嘀嘀的 这谁看呢 我跟你说 你爸走了 这个家呀 就是我的 你爱上哪上哪 我跟你说 别在这拖累我 爸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 我能去哪 这也是我的家呀 你这样说 让我爸在天 你只看到了 他心里不是难过的吗 哟 还活的时候 那他压我 这人都走了 还这样压我 我跟你说 这个家是我的 我做主 你呀 骂得过滚蛋 你 我家不走呢 这是我爸留给我了 你二人不想对我好好相处 那你走 哟 没想到你长头来了 现在又不能你 让我走 你一看看 马上我滚 我一看也就不想看到你 我才不走呢 怪不得 人家说的没错 后妈 都是黑奴的 什么 到现在还敢跟我这样说话 嫌我恶毒是不是 好啊 现在我这恶毒给你看一看 你要干嘛 走 我不走 你放开我 我出去 这是我家 你家 永远不要回来 你给我开门 开门 你给我开门 你别什么干我走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 你为什么要霸占我的房子 给我开门 我不走 爸 你看到没有 你女儿现在无家可归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你这好几年没回来了吧 对 这没想到傻猪哥还记得呢 应该有三年多了吧 你说你啊 这几年也不回来看看你妈 得傻猪哥打住啊 他才不是我妈呢 我妈不会那么狠毒 把我赶回外面一赶就是几年 我这次回来啊 我就是看他笑话的 我看他老婆子在家会拿咋样 估计也该活不成了 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 当初你走了之后 是 你这可有点过分了啊 虽说你是个继母吧 你也不能这样对他呀 傻猪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榴莲的爹 有病欠了好多钱 在家里 我基本上都借过来一遍了 你说 我该咋办呀 这也要着呢 有来要 我怕 这样那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 那你这样把他赶走了 他会恨你的 傻猪你不知道 你说 他那么小 我不能连累他呀 这样那是苦了你了 那是 以后你有啥事 就跟我说啊 没事 傻猪欠点钱 我还能干 我挣点 还一点 什么 这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这 不是 妈 妈 我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 我还不知道你在家 是苦受累的吧 妈不累 妈不累 妈没受苦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 其实 我啥都知道了 妈 你把我赶走 是为了我好 你一个人 承诺这一切 妈 真是女儿不孝 女儿还恨了你几年 傻闺女 过去了 啥都过去了 行了妈 现在我回来了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吃苦受罪了 现在女儿也能挣钱 你跟着女儿走好不好 以后我来孝敬你 傻闺女 妈 我不想拖累你 妈在这老爷住习惯了 再说 用你爸爸的影子 妈哪个都不想去 妈 你要不想出去也行 你要在这 女儿就在家陪着你 我可以把工作调回来 在家里干活 还可以照顾你 是不是妈 好好好 只要你不嫌弃妈 你说啥都行 妈 咱进去 好